举不娶媳妇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劳你们操心 看着这些只关心自己能否得到利益 没人会在意她是否受辱 呵呵 这些是她上辈子她掏心掏肺对待的亲人啊 你是说 你和郑家姑娘再也没可能了是不是 是 绝无可能 你怎么有脸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的彩礼钱 你娘还从我这些一百块呢 你现在就还 你个憋孙子 和你爹一样 让人烦 败家的货 陈老太太一听到有钱的孙媳妇真的飞了 立即暴怒 拐杖指着陈杭旭的鼻子嘛 本来借钱给他凑彩礼 是想着郑家有钱 他会得到不少好处 现在好处没了 他立即翻脸 还有我家的五十块呢 要还一起还了吧 我家也五十块 既然你也不娶郑家姑娘了 现在就把钱还给我们吧 我家急用 陈杭旭觉得心里疯了 我会还的 一分都不会少 既然不娶媳妇了 现在就还 娘 你不要太逼人 财礼钱郑家也没还 等他们还了 我们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 老太太对他们这一房太刻薄了 当家的在时 他们受气 现在他当家的失踪 他们一家就更受气 明明大房和三房分家了 就老太太抓着二房死活不分家 是他天天伺候着老太太的 挣点钱还得交给他 还 你还个屁呀 牛都让你偷偷卖了 你个贱妇 趁我不注意 竟然把我的牛给卖了 这几天一直在忙小旭的婚事 结果婚事也缓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就是偷卖牛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 这下耕地连牛都没得用了 眼里有没有我们 虽然我们二房没和爹娘分家 但这牛也是 小旭他爹还在家时 我们自己省吃俭用 掏钱买的小牛毒 没花你一分钱 吃的草和料也都是我来弄的 也不算你的牛 当是离地时你们用的最多 反了天了你 你还有理了呀 看我不打你个败家娘呢 陈杭旭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拐杖 眼神里泵射出冰冷的光 奶 别动不动 就骂我娘 我不乐意 也别在那扯有的没的 钱明天还 借你们的钱 一分不少都还你们 还过之后 从此桥归桥 路归路 这白眼狼的一大家 以后再也不照顾 他只疼自己一家人 你最好说到做到 小旭啊 明天怎么能还上钱 今天酒席收的账还没给 我答应人家 收到礼钱 就还给人家的 可是 礼钱又都退了 娘 别担心 明天我去把彩礼钱要回来 他们能给吗 能要多少先要多少 反正会把这欠得急的账给还上 李翠英 从亲戚 还有本村人 那借了不少 大家愿意借 也是因为他要娶的是郑梦珍 郑家有钱 所以大家也感激 他这突然不娶了 估计借钱的心理都慌得不行 说不定明天就都来要钱了 娘 你放心 我会让咱一家过上好日子的 你别瞅 还有你的腰 我会带你看的 没事 娘还能撑 不过 娘相信小旭 为了尽快搞到钱 陈杭旭拿了十来的打鱼的鱼篓 直奔村后的池塘 把鱼篓挨得下到堂里 带上水草遮挡一下 第二天早晨便可来收鱼 前世 他父亲就经常会抓鱼拿到城里卖 每次也能换个几块钱 他跟着也学会 次日 天还没有亮 陈杭旭二八大档自行车 载着昨天下网抓到的鱼 就往早逝打 陈杭旭骑车 花了半个小时到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这个年代 做小生意都放开 把桶放下来后 突然有女生喊道 陈大哥 陈大哥 他没反应 以为是叫别人 在本地区 姓陈的可不少 只是观察着来往的人 看哪个是潜在的客户 陈杭旭 陈杭旭 到这边来 这边有位 陈杭旭愣了一下 原来是叫他呀 他辨认了一下 竟然是陆青年 他怎么会在这里 快来 我帮你占得有位 陆青年 见他过来 不好意思笑了笑 手忙脚乱地把地上的石头收好 陈大哥 你到这里卖鱼吧 你怎么把自己整得像个要饭的 陆青年低头笑笑 没吭声 陈杭旭想想也了然 这丫头估计逃离了郑家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事 就过来帮你占位呀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卖鱼 你肯定会来的吗 为什么 你和珍珍混是黄了 财礼也没有拿回去 你又没钱 不卖鱼 怎么挣钱还债呢 陈杭旭眯着眼睛 审视地瞅了他两眼 陆青年被吓住了 哎呀 我我 我以前听到过你和珍珍说话 你说你经常来这里卖鱼的 而且我知道你家没有钱 哎呀 不对 到底要咋说吗 我不知道要咋说了吗 你说得对 我确实要卖鱼还债